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2020年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一阶段 大连赛区的第六轮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广州恒大淘宝队对阵江苏苏宁易购队 中后场往前组织进攻推进以及在中路控制球悬这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可能给恒大队在前场反抢包括压迫带来机会 这点的苏宁队如果说没有无息的存在可能这点可能会暴露的更加明显一些 杨博宇刚才确实是很快出脚 在埃克森停球之后马上的一个破坏 保里尼看到了这边前插的塔利斯卡 两个巴西人 可以掉门了 这一下给的弧度太低了埃克森 何超 米兰达在贴身防守 好球啊 张立鹏的打门被挡了一下打到边往上 正好其实你看对 这个距离正好是中后卫这块出去后边留了一个空 但同时门将又出不来 对 埃克森吸引了米兰达打的主意 然后呢李昂呢被迫要往里靠 好球飞进去 不错卡身外 两个人有身体上的接触 反正看看裁判王迪怎么判 王迪他的手臂应该是示意啊 这有一个手臂外展的推人动作 所以可能判罚了点球 所以这边呢令江苏苏宇伊购队的队员不太满意 杨立鹏挤进来这一下身背卡的是非常不错的 就看身后阿卜杜还没提 埃克森的助跑 打门 这次顾超是跨端队的方向 但这个球是要的角度太刁了 埃克森终于是满足了自己这两轮 一直拼一直拼这样的一个进球的欲望 打进了一个质量很高的点球 再来看一下顾超 他是之前有一个小垫步 这个小垫步之后 他的重心是看着埃克森出脚 自己倒向的右边 埃克森脚出根的全球 刚才其实又是江苏宇伊购队自己解围 解围之后 这个球球没有能够空下来 破琳尼要直接掉门了 我们的中超联赛呢 之前有数据统计是4.0几秒 好像是4秒钟左右 这相差不到1秒钟 但是好像这1秒钟时间看起来很短 但是你把它放大成为1分钟的话 那就差将近20角程 左边极强好球 可以了 这个球给的很贼 但是这个球在公路埃德尔包超的时候 球也有一些来回的反弹 54分钟将球打进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给的非常贼 这个球是解围打在埃德尔身上 然后弹进去的 朴智珠的解围打在埃德尔的身上 弹进去的 而且还穿了前面防守队员的一个小门 特杰拉又找到了这个空间 蒋刚泰正面在1对1 特杰拉外角被分出来 再打到禁区顶上 红西的这脚打门 其实完全可以第一脚打 没错 再往上调整的话 黄守队员封上来 而且刘电座也有了充分的准备 黄自成还是走左侧 特杰拉这一垫 直接给埃德尔架了炮 又是一个折射 这个 谎的刘电座够呛 但是中间特杰拉这一下的处理 我觉得真的是顶级的 没错 让顾超刚开始准备想 快发的这个想法 哎 顾超出现了失误 保利尼奥面对这个机会 这是在83分钟 顾超送了保利尼奥一份大礼 这个守抛球 怎么能够出现这样的失误呢 无论是顾超出球 还是包括在另外一侧 这个杨博允拿球都很难受 而且这个球 这个球呢 咱们从技术角度来说 第一呢 场地可能确实有些不带平 确实球是弹上来了 另外呢 从个人的运用的习惯上来说 顾超是一个右脚队员 那右脚队员其实 可以完全的让过来 右脚去推 你左脚顺着球去推呢 其实很容易出现失误 而且现在足球的发展呢 是守门员在场上一场比赛 用脚触球次数更多 东西的做球 通门了 特谢拉 最后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又是出现一个 射门之后的身体上的折线啊 再来看一下 这一下其实在中间 特谢拉吸引防守之后 无锡的做球给的相当不错 但艾德尔他就要打满 就是这三个人串联 而且我们看看 特谢拉传球之后 他还是没有停 对 依然在去前叉 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广州恒大淘宝队呢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吗 又是保利尼奥的传球 钟毅浩 自己打门 这个球被挡了一下 在门线上被拦住了 好 这个时候主裁判王迪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在这场比赛当中 广州恒大淘宝队 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 最终以2比1的比分 击败了江苏苏宁易购队